你好我是將你點的主題是公路拿下辛苦的一盛胡人追平的戰局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 9月7號 先來簡單聊一下昨天的兩場比賽 輕快在第一節打了一波44對25的攻勢 實際上這場比賽盡快對一路領先到底 中場110比101進快隊拿下勝利 系列賽雙方1比1平手 進快隊的Yokic 26分16個籃板4助攻 另外Jamaa Murray全場27分6助攻 小Porter從板凳上貢獻11分 我們要注意的是Jeremy Grant 雖然全場比賽只有頭9終於拿下5分 可是他有3個火鍋另外加上2個超球 這場比賽他在防守的端上的表現非常好 因為他主要是防守快艇隊的可愛 快艇隊方面可愛全場是7投4中 只拿下13分 這是整個季肉賽中單場得分最低的數據 釣魚哥也只有19投7中22分的表現 所以這場比賽盡快限制快艇雙星的工作做得相當好 希望盡快隊可以保持下去 另外我們加的綠三軍93比100輸爆龍隊 這場比賽的綠三軍3分球投35只中7 這已經跟胡人那一場32投5中差不多一樣慘了 我們一直說暴龍隊的防守相當好 身為綠三軍球迷的我當然是希望綠三軍要加油 Pascao12坦23分 Kalori22分11個籃板7助攻 VV17分6助攻 Segel Baka從板凳上貢獻18分 他真的非常穩 綠三軍方面 就正Tayton24分10籃板 Jaren Brown18投4中拿下14分 Kambo Walker頭9中4拿下15分 Segel Kambo Walker表示他應該要做得更多 他的侵略性不足夠 這裡指的是在進攻端上 因為全場他只有出手9次 現在雙方打成2比2平手之後 關鍵的第五戰就很刺激了 接著來看今天的第一場比賽熱火隊公路 這場比賽對公路來說是一定要贏的 否則定在戰績第一名的王者公路隊 如果在第二輪被橫掃會引起相當大的討論 包括字母哥會不會離隊的問題 一定會討論的更多 這場比賽字母哥是帶傷上陣 但第二節在一次切入的時候受傷了 直接退場 更麻煩的是這場比賽他就沒有回到場上了 如果你是公路隊的球迷 我相信心情上一定會有點複雜 畢竟他是年度MVP等級的球員 但整個第二節公路打了一波28對17的攻勢 半場結束50比48公路領先對手2分 第三節雙方的比數都打得相當高 熱火拿到40分 公路拿到35分 三節比分為88比86 熱火領先對手2分 第四節4分25秒 Lopez投進3分球之後 公路104比100領先對手4分 但接下來GMI巴勒跟貝爾的白友連得4分 雙方104平手 第四節追58秒 當時熱火落後對手2分 可是Telic Hero投進一個超前比分的3分球 熱火取得1分的領先優勢 眼看有機會很少王者攻入隊 但比賽最後1.9秒 Defense有切入造成熱火球員的犯規 他有2罰的機會 但他2罰值中1 雙方107平手進入了延長賽 延長賽最後45.3秒 Lopez罰進2分之後 公路113比109領先對手4分 但Telic Hero標了一顆3分球 幫助球隊只落後對手1分 比賽最後6.9秒 公路二當家Chris Milton還了一顆3分球 幫助球隊拿回4分的領先優勢 本來以為這場比賽應該穩穩的 沒有想到最後3.4秒 又是Telic Hero 他又投進了一顆3分球 熱火115比116只落後對手1分 熱火使用犯規戰術Chris Milton兩罰全進 公路118比115領先對手3分 可是熱火隊有最後一擊的機會 長傳前場之後發生失誤 最終公路隊辛苦的拿下低勝 簡單看一下球隊數據 熱火戰場比賽發生16次失誤 另外公路在遊戲區的得分也比對手多16分 球員數據方面Chris Milton拿下36分8籃板8助攻 根據國外媒體資料顯示 他也是公路隊史上G2賽中 第二位能送出至少35加8加8以上數據的球員 另一位是Tango Jaba 讓你意外的是 智姆哥在G2賽中並沒有達成這樣的數據 所以G2賽的強度真的不同 智姆哥上場11分鐘得到19分4個籃板 布雷兽、Lopez都有14分的進帳 另外George Hill從板凳上攻陷12分 Defenso也有10分 熱火隊方面整個G2賽最穩定的Golden Dragic 全場3分球頭9只中1 拿下17分8助攻 Ben Adbio全場26分12個籃板8個助攻 他真的太全能了 4關掌Jimmy Butler17分 另外Jericroder跟Marcy Swanta、Duncan Robinson 兩人都有6顆3分球的表現 TilerHero從板凳上貢陷11分 雖然熱火隊輸了一場比賽 但實際上主動拳還是在熱火隊手上 差別在於接下來攻陸隊可以拿下幾勝 智姆哥目前的狀況並沒有明確消息指出 第五場比賽會不會上場 所以他的狀況還要再觀察 賽後Chris Milton表示 智姆哥帶上上陣 所以這場比賽我們是為了他而戰 老實說整個系列賽 Chris Milton的表現我個人認為已經很好了 接著來看今天的第二場比賽火箭隊胡人 我們一直聊胡人隊是不是要放兩位長人的陣容 在第一場比賽輸球之後就有消息指出 AD可能會扛先發的5號位 所以我個人相當好奇今天胡人隊的先發陣容 最終McGee還是這場比賽的先發 但實際上胡人這場比賽的調度已經跟過去完全不同了 調度的問題我們等等再來聊 先把比賽快速帶過 第一節末段 胡人隊的Morris連標3顆3分球 另外我們家的藤真Rondo也投進了1顆3分球 首節比分為36比20 胡人隊領先對手16分 第二節2分48秒 胡人隊61比42領先對手19分 如果你是火箭隊的球迷相信你在心情上一定有點複雜 半場結束67比51胡人隊領先對手16分 整個上半場威少八頭一中發生4次失誤 另外PJ Tucker跟Jeff Green都有犯規麻煩 胡人隊的皇上半場就拿下17分 AD18分 Rondo半場就送出7次助攻 老實說上半場有點一面倒的感覺 但火箭就是一隻沒有上線也沒有下線的球隊 整個第三節火箭打了一波41對23的攻勢 第三節3分15秒耗時投進2分之後 火箭85比80領先對手5分 三節比分為92比90 火箭領先對手2分 直白來說這隻球隊真的很瘋狂對吧 當然第四節胡人打了一波27對17的攻勢 3分19秒 AD投進2分之後 胡人113比101領先對手12分 1分26秒 威少有2發的機會 如果2發全進 火箭會追到直落後對手5分 但他2發直中1 更麻煩的是Rondo在下一個回合來的一顆中距離 胡人隊領先8分 中央場胡人107比109拿下勝利 系列在雙方1比1平手 簡單看一下球隊的數據 火箭籃板輸很正常 但失誤比對手多 光這一點就讓胡人隊拿下27分 這並不是火箭的勝利方程式 另外由七區得分 胡人隊54比26比火箭多了28分 球員數據方面 威少全場10分 13個籃板4助攻 另外發生7次失誤 James Harden27分 7助攻5失誤 Eric Golden24分 Pietje Tucker18分 Robert Crawford17分 板凳上的House貢獻13分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 火箭隊全場投進22顆3分球 但球隊還是輸球 主要原因真的是失誤太多了 胡人方面 AD34分 10籃板 皇上28分 11個籃板 9助攻4超球 2個火箭 上場39分鐘 開個玩笑說 已經進入全力沾模式了嗎? Maurice從板凳上貢獻16分 Kaiukuzuma13分 我們加藤正Rondo10分 9助攻5個超球 這場比賽之後 球迷也許就會明白 為什麼Rondo是胡人板凳上很重要的球員 因為他的傳球能力非常出色 聊一下胡人隊的調度 這場比賽魔獸沒有上場 Maurice只有上場8分鐘 但那後來因為腳有點不舒服 所以也沒有回到場上 實際上這場比賽 胡人多數時間就是一大是小 AD扛5號位 差別在於Franke Vogel沒有讓他直接打先發5號位 還是讓Maurice打假訓先發 第二點胡人隊在場上甚至出現3名後衛在場上 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火箭隊的打法非常極端 接下來的比賽我相信胡人隊場上會保持驚天杖的陣容 因為面對火箭隊 能讓魔獸跟Maurice在場上的時間太多 意義並不大 因為火箭是一支賭3分球的球隊 所以場上對位的速度一定要跟得上 我個人認為胡人隊教練團跟皇上甚至是Rondo在第一場比賽結束之後 一定有進行溝通 因為這場比賽胡人隊的調度跟過去完全不同 這樣的調整是好的 因為你的對手打法不一樣 這場比賽第三節末段有一個回合我個人認為很重要 當時威少運球時 Rondo被吹了一個防守犯規 但胡人隊挑戰 挑戰成功 這個回合相當關鍵 因為當時威少已經示範了 挑戰成功之後 威少也拿到個人的第五次犯規 所以第四節他在防守的端上就不敢做過多的動作 這個回合我個人認為很關鍵 另外胡人隊包夾James Hadden這個動作 上一場比賽就出現過了 下半場或第四節胡人還是做這樣的動作 這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 威少多次控擋可是投不進 全場3分球投7只中1 實際上3分球本來就不是他的強項 所以讓他投3分球是胡人隊想看到的 再來就是火箭隊第四節整體3分球命中率是下降的 所以站在胡人隊的立場 守死James Hadden就好 今天這個戰術成功了 威少這場比賽的表現一定會被拿來討論 但我想要說的是比賽有輸有贏 下一場比賽再調整就好 劉媽麥點頭你一定要敢讓威少坐在板凳上 因為他在場上有時候會暴衝這不是第一天的事 實際上第三節末段讓他提前上場就是一個賭注 這也是麥點頭你一直以來的問題 用兵太謹慎 當然威少有犯規的麻煩跟狀況不好的時候 小河流全場居然只有上場7分鐘 所以麥點頭你真的就是超主力球員 看看胡人這場比賽板凳上4名球員上的時間超過20分 這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這一點挺有意思的 老實說這個系列在主動權還是在胡人隊手上 因為場上有AD這個優勢 接下來就要看看火箭雙MVP的組合可不可以更穩定 否則只要失誤多 火箭要有贏球的機會真的就不高 好 以上就是這節哩 希望影片你們會喜歡 記得朋友們結束囉 記得喜歡跟分享的影片 也別忘了給我影片給個事實的輔助 那之後再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唷